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Io通信相关的基本应用与实现 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讲解以下几个知识点 第一点,概述 第二点,通道与设备 第三点,驱动 第四点,故障策略 第五点,Io变量 第六点,通信状态 第七点,通信控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Io通信相关的概述与特点 在这里我不给大家详细的去读PPT了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OK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通道与设备 通道是Io通信过程中信息传输的媒介 设备是主态软件进行Io通信的具体对象 主态软件可以从设备中读取数据 也可以将数据 写入到设备中 接下来的两节课 我们会分别给大家 讲解两个事例 那么通过这两个事例呢 我们大家就能够详细的 看到通道与设备之间 是如何进行数据传输的 OK,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看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驱动 驱动是一组能够操作设备的程序 它决定如何操作设备寄存器或设备内存 是主态软件与现场设备进行通信的重要桥梁 不同的设备厂商所支持的设备驱动不一样 但一般都支持标准的通信协议 主态软件目前支持的协议有 以下几种 Modelbus TCP IP 这个我接下来两节课的事例当中 也会给大家讲到Modelbus TCP IP 协议之间的数据传输 好,那么大家再看一下驱动类型 台达模拟设备 还有莫迪康 以及其他相关的类型 我们到时候再来给大家详细的去看一下 有哪些驱动类型 好,接着来看下一页 故障策略 在这里呢 故障策略的参数呢 大家设置好之后 如果设备出现故障 那么设备它会 通过这种故障策略的设置进行 重新的修正 那么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演示了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Io变量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Io变量呢 接下来两节课当中我们也会用到它 实际上它是一个变量参数 它和设备之间能够通过Io变量进行数据传输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通信状态 通信状态呢 一般分为这三种 正常 断开和停止 那么我们 如何通过数值来标示这个设备的状态呢 是通过0 1和大于1 好 那么通信控制 讲到通信控制 那么接下来两节课呢 我会分别给大家做两个小的事例 第一个事例 是模拟设备与Scanner 第二数据传输 也就是我们通过Sky的软件做的一个小程序 如何与模拟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需求分析 通过模拟设备随机产生模拟数据 并通过按钮分别控制模拟设备的启动 断开与停止 第二 同时实时监控模拟设备的状态 好 界面设计 如下图所示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的需求分析一下 这个事例呢 我们接下来两节课当中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事例 台达PLC设备与Scanner软件数据的传输 那么我们来需求分析 那么我们来需求分析一下 第一个分析 通过Sky的软件 数值输入传递参数到PLC设备中 这个是真实的PLC设备 然后通过Sky的软件 然后通过Sky的软件 读取PLC数据进行数据输出 第二个分析 通过Sky的软件 按钮进行控制PLC启动与停止 同时监控到PLC设备状态进行显示 那么画面的设计也如下图所示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了 接下来两节课当中 我会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在我们做事例演示的时候 所准备的软件和设备 主要有哪些呢 软件有三个 第一个是Sky的DIV 这个大家我们都熟悉 第二个是ISPsoft 这个软件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个软件是用来编写程式 来上传和下载到PLC当中的程式 第三个软件 Common Major 我把它叫Common Major 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它的作用主要是 将我们的电脑端与PLC端 进行连接 测试电脑端与PLC是否连接相通 OK 这三个软件呢 到最后我会共享给大家 那么下载地址呢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去找一下 除了准备这三个软件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硬件相关的东西 那么主要分为下面四个硬件 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下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再见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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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